8月16日,香港特区政府公布,2019年香港经济第二季按年仅轻微增长0.5%,较上一季0.6%的增幅稍慢,上半年仅有0.5%的实际按年增长。 香港经济继续面对显著的下行压力,2019年上半年经济状况是2009年衰退以来最弱。 香港特区政府经济顾问欧锡雄指出,考虑到2019年上半年0.5%的实际按年增长,表现远勋预期以及下行风险显著。 今年全年时至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,有5月复减时的2%至3%,下调至今轮复减的0%至1%. 今年上半年的经济按年增长平均是0.5%,这是2009年香港在环球金融海啸后出现经济衰退以来最差的增长表现。 加上本港近期社会的事件对部分经济行业的打击相当大,也令到经济气氛更加低迷,所以当前的经济形势是可为严峻的。 我们考虑到今年上半年只有0.5%的实际增长,而这个表现远远于预期,以及我们仍然面对着相当显著的下行风险。 所以政府将今年全年的实质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预测,由之前的2%至3%下调至0%至1%。 展望未来,欧西雄表示,环球经济增长在短期内料会进一步偏软,受中美贸易摩擦和其他外围不确定因素影响。 香港的出国表现在未来数月因会持续疲弱,甚或进一步下滑。 欧西雄一指,所有最新对大型和中小企业的调查均显示,本地营商气氛近月已变得悲观。 近期的香港社会事件如若持续,将对防港旅游业及于消费相关的经济活动构成重大干扰,进一步打击经济气氛,甚至损害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及商业中心的声誉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